这是花叶颈带 开花的时候它有一个小名叫花仙子 它太美了 在早春的时候全部含苞袋放 每一个枝条上面都被包裹的密密码码的全是花朵 给它一个大花盆 明年要向排山倒海知识开放 花叶颈带在生态环境里面表现 就是起到有沉上起下的作用 我们的花叶颈带的色彩 深绿的 墨绿的 浅色的 它都是形成了一个绿色的背景的幕布 它是叶片老化之后 它会全红 这个叶子从三月份一直要好看到十一月份 然后再降温 它就收缩营养 全面木质化 叶片就会凋零 帮助它形成花芽 全果可种 两果可种 能够耐寒零下二十度 到东北也可以陆地栽种 开花的时候是几乎没有叶子的 一根杆子上有两米高 两米高的杆子上面全部开满了花 现在每一片叶子 叶芽部分包裹的 都是它的花芽 可以开花周期修剪 其它时间均不修剪 而且它在整个养护过程里面 不用担心 芽虫 继马红的猪 完全不予管理 有任何的虫都不影响它旺盛的长势 和明年的花量 对 这就是花芽简单 最后期判断了 这是花芽简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